今天请您欣赏喜迎门的电影录音剪辑 任务哥,平时搞字画,请你队长的,今天可得听我们指挥 来来来来,一人一杯 快喝呀,别磨蹭了,快,小心你啊,一块喝 我真的不会喝酒 这怎么行啊,这是胶杯酒,颜色是红的,味道是甜的,喝下去 俊虏呀,吃美的 那行啊,别打味她了,我替她喝 真是个好大妞,就这么给刚过门的兄弟媳妇保嫁 那还不得叫新娘子水连往后多念到嫂子的好处 好了 咱来点新式的 让新郎新娘唱个歌 好吗 好 新式的新吧 也是点新的 对 叫人发达拍子 好不好 来来来 来找一个 咱也再结婚 你还打算了 快快来吧 好了 闹了大半宿 强冰大嫂也该去歇着了 不在新房里 陪新媳妇 怎么先回来了 媳妇娶到家了 客人伺候完了 连交杯酒 我都替她喝了 你还要我去 给她铺背一窝 钻尿盆啊 那就先歇歇吧 你那真的要走啊 受医站里忙得 一人经两人用 我能在家里待得住吗 哎 一件陈衣 今年穿了明年穿 你也不去买件新的 亏你还是个 挣工资的医生 你每月交家里 三十块钱 可人家就不管那一套 新房里 又是大衣橱 又是座中 哼 还不是从一碗水里出啊 你心里 就只有你的受医受药 从来不把老婆孩子 放在心上 哎 我说 老儿结了婚 往后的日子 怎么个过法 该打个谱了 啊 什么谱 水帘刚过门 你得做出个 嫂子样来嘛 咋子灯灯眼 来找你这样的善人 下也发了工资 说啥也得给我 买条迪伦球裤子 啊 您曾想 这位大嫂 有这么个心机 只怕陈家大院 这喜字 就光是贴在那门上了 陈家 还有个最小的闺女 叫任芳 其实也不小了 在队里开拖拉机 你看 今儿这拖拉机上 就不单是拖拉机 慢点 别太快 抢时间嘛 不快还行 那 那也得注意安全嘛 说实话 我整天为你 提琴吊胆的 哼 叫人担心的 倒是你这个打算 买拿笔杆 今天和钱打交道的 大会计 嗨 咱这是保险牌的铁钻 日清月节 风好不畅 像今天 光现金就收入了 一千四百二十四元零二分 早就卸好账了 看你神气的 声芳 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迪伦球 当然好了 我买到手啊 又后悔了 怎么 男同志穿 颜色太鲜眼了 你要喜欢的话 拿去做他裤子穿 既美观又大方 我们他钱给妈掌管 他不点头不能买 你尽管穿就是了 我又不是地主资本家 还能剥削人 等你以后有了钱 也给我买一条不就行了 人到这时候啊 是既变得丰敏 又愿意办傻啊 小伙子没敢说出他要说的 可又说的恰到好处 姑娘现在也只允许小伙子 说这几句没油没油的话 那还没说出来的 他可已经听到了 就这么一条库料子 两人心里都热乎了 这些日子 远方的两个嫂子 处得好像也不错 不 酒里俩可亲热了 不论是在家做家务 还是下地干活 大嫂是没有不带到 没有不说到的 当媳妇不足于当闺女 缝衣做饭 喂猪电缆 伺候老人教育孩子 人来客去 理清忘返 真烦人呐 处理好教室 是挺不容易的啊 是啊 家家有本难免的经 就说咱们家吧 爷爷老 婆婆病 那小姑子厉害的 像这爷小子 老老少少 一大家子 吃饭穿 一大摊子 难呢 这大家庭过日子 互相天让点 就好 天让 谁让谁 你别傻了 爹有娘有 还不如自己有呢 以后你亲我的 没有处 哎 婆婆给人方买了条裤料子 昨天 人方拿着布料子 找我给她做裤子 我问她谁给买的 她的脸刷就红了 张口结舌 说不出的样儿腰来 我说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给你做 她拿起布料子就走了 她还要找你做 你也不要给她做 咱们俩一起跟婆婆闹 有她闺女的 就得有咱媳妇的 其实啊 这也没啥 姑娘大了 应该穿得好点 咱们就别计较这些了 当媳妇的 也不是该死的 要是水莲 也跟这个一样 这个家 就简直没法当了 不过强音 有一点是说对了 人方可真拿着 她的裤料 找她新嫂子来了 大嫂我问你有什么 不好了 还犯着着生 那么大的气 她整进一身 一鬼的 好像家里的钱 都要妈偷偷给我 买了衣服似的 我看到这种人 就够了 你呀 就是有股酱劲 既然妈没给你买 那你就实话告诉她吗 不 她越问我也不告诉她 我不问呢 不问 我也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我也知道 谁 不是妈 也不是大哥 反正啊 有那么一个人 你说 你说呀 是个 最好 最好的人 你家说 你家说 根本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你脸红什么 你真坏 你真坏 但是我充斩补充补充费 买的 好好好 就算充斩补充费 林芳 林芳 跟我到自立地 加点点东西 妈 我和妹妹一块去吧 不用了 你再加绣花吧 嗯 嗯 天芳啊 你说你都二十三四的人了 说话 办事 也该动点心思了 你想想 你买酷料 你嫂子能不疑心 这是我给你买的 能不说我这是偏向闺女啊 准备是大嫂背后胡嘀咕 哼 你给我回来 她这好人呢 占的便宜少了就觉得吃了亏 正经的精英技巧 自自立 就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林芳 为了买这条裤料 你给我添的心事就不少了 再闹腾 你说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妈 你老是这样 让让让怕怕怕怕 你也怕 她也给你老虎搂着 你就不能理直气壮的硬起来 孩子 妈当这个家 难呢 善良的婆婆 只好借钱去给媳妇扯衣料 大嫂 她可是不谢天也不谢地 要谢 她就谢自己 小英 就着洗衣裳 把刚到手的新裤料 也一块带到河边下水去了 正好遇上刮刮鸟 这外号都叫惯了 难得还有人叫她刮刮鸟的本名 姜美之 这俩碰到一起 倒进头和 你以为我就想要条裤料的 我就是不能叫她 今天给闺女扯条裤子 明天买件衣服 将来结婚 还不得把家背走啊 你可真有办法 俺那个婆婆呀 赤鼠牙膏的 不给不出油 是谁扔石头 见人一连水 除了这位小姑奶奶 刚打桥上过的人方 谁敢来动这块泰山石 上辈子说了你 跟这么个冤家 一个过来摸勺子 你呀 生着嫌弃干什么 给她找我婆家 趁早打了走了 不就没人跟你争勺子了 你给她找个主吧 越远越好 我可没那闲工夫 打上公分 还跑不过鞋子 哎 办成了 来好好地谢谢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是谁 哎 嫂子 什么事啊 你来帮帮忙 行 帮我转转笔单 好的 艾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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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那裤腰子好吧 我不撒谎吧 在家里也一样 不争不闹就是不行 要是我也像你那样 闭着嘴不作声 咱猴连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不会有很多难处 她难 咱更难 媳妇啊 就像拿拉墨的驴啊 拉的是麦子 吃的是敷子 还要挤奶喂孩子 谁可怜 以后 咱俩还得新奇 秀花和登夫人机挣个钱 不要交给婆婆 什么 你今天领的秀花钱 不要交给婆婆 我已经交给婆婆了 什么 你 你可真的会 水莲可没想到 她又把嫂子给得罪了 这位大嫂是这么好惹的 你就瞧着吧 大嫂正在喂猪 偏感着水莲和任芳一块从外面回来 那就借着牲口找花茬 这位强英嫂子是 什么山上都能唱她的歌 这一套本事 是跟她的娘家陪家一块待 死东西 嘎嘎嘎的 看把你们自在的 这叫张牙舞爪称霸道 这叫你小狐狸精耍心眼 你 你我的狐狸不嫌骚 又挤鼻子又弄眼的 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 看你们还闹腾不闹腾 花嫂你骂谁 骂兔子 骂猪 骂兔子 你心情什么 有一件你公开提 至少骂怀我不爱听 任芳 你给我住嘴 你不爱听 就一把驴毛堵着耳朵好了 我自己的嘴 愿意说就说 愿意骂就骂 谁也挡不住 她大嫂 别和你妹妹一般坚持 快生生手吃饭吧 叫老师人惯的你 要把你出去吗 任芳 你跟我回屋去 妹妹 走吧 快回去吃饭 下午还要出车 你吃了猪肝想猪心 花了杯 你想黄金 你想的倒快美 你连我走 妄想 这是我的家 三间房子我占下了 托付 人家 都少说两句吧 有话慢慢说 有理做下来讲吗 你托付 你疯狗 都来欺负我 瞎了眼 好的 最有罪追 家有家法 这么连营业的话都不听了 行了老二 你没结婚的时候 穿的带的都找我 嫂子成了香油虎 如今娶上媳妇 就该用脚往外驱了 你胡来的一些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去去去去去 什么好看的 哈哈哈哈 吵起来 你大哥不在家 我拉着孩子挨三辈啊 你一看这猪猪猫 我可没法做了 哈哈哈哈 嫂子 有话还是无理说吧 你看你在这儿有哭有闹的 将外人亲见了 多不好 我不怕丢 我没有脸 我不会像你那样 召窃豆腐两面光 里里外外装好人 嫂子 我总想 咱周里脸 冷和和气气 丑得像亲姐妹一样 我有不对的地方 好吧好吧 你可以 别的娘的猪鼻子 插大葱装馅了 你没来的时候 家里根本没有做不做 乱七八糟的事 委屈也难以求全了 强一揭插就闹分家 都下半夜了 这陈家大院屋子里的灯 都还亮 这心里能不折腾吗 你就顺着屋子挨个去看吧 小两口的心房里 那大红喜字 像是昨天才贴上 就她还咧着嘴笑 亲媳妇 现在连煤梢上挂的 都是委屈 进你们全家门以后 按众国抢着干 吃穿不计较 每天取着自己的心 去团结她 牵挤她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会好心不得好报 落了一身不适的 我真没见过 这样不讲你的人 也没见过 这样复杂的家庭 水莲 你别说了好吧 我就愿意这样吧 你别让我说 我别说 早就这样 我都愿意一辈子不嫁 也不去你们全家门 水莲 你受的委屈我心里都清楚 为了我 就在委屈这回吧 在老爷爷的屋子里 也是灯笼 心里不敞亮 任五妈说是来劝公公 早点歇着 都愁成这样 谁劝谁 都怪我没能耐 没把孩子教育好 惹得你老人家也跟着生气 要是他爹还活着 那该多好 别想那么多了 扭定 生不得气 我怎么水莲那人厚子 也懂道理 你就跟他们过吧 我爹 你年纪大了 还是你跟着水莲过吧 以上都放在厨子里了 时候不早了 你歇着不爹 你也早点睡 我看 就照我说的怎么办 任五妈走到院里 她心里憋闷的 就像一个人在外面透透窗 夜深人静 从大儿子屋里 传出来两口中的说话声 听得可是清醒冲冲 你先去早就要立盘 到底养哪个 你快说话呀 你说就是了 你这我 一个也不养 养你妈吧 她身体不好 大事干不了 小事群怒呢 真讨厌 养你爷爷吧 她七八十岁了 万一有个病灾 躺下就起不来了 你妈能刷锅 能喂猪 能开牌子 对 还是让你妈好点 你听见没有 问你呢 你睡着了 我能睡得着吗 调非野兽的 我这当大哥的 怎么说得出口 明天有我出面说 你闭上嘴 装哑巴就行了 跟上你这号人 算倒霉了 十坠都炸不出血来 跟你妈一样的窝囊废 但我妈听到这儿 差一点在院子里就倒下了 第二天 人们才听说 昨晚她妈的病又犯了 这一回 婆婆的病还真犯得不轻 一到医院就给留下来了 那就让水莲的孝顺媳妇 陪着去吧 小花 哎 姑姑 把鸡蛋给姑姑好吗 不给 为什么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那个医院的奶奶呢 给不给 小花 回来 根不正摇歪 好孩子也教坏了 哼 强爷现在可不为这些事 再跟小姑子吵了 赢了也不得力 饭单火废兔沫星 划不来 再说 现在正有事 挖过鸟来找她 在屋子里等着呢 哎 听说林芳 跟咱对上了小筷子龙刚 划搁上了 真的啊 这么说 四十里头那头就吹了 一件嫂子我办过那种二五眼的蠢事吗 你想咋办 咋的呢 你抢在她头里 你看 我把订婚的衣服都拿来了 毛料的上衣 三合一的裤子 羊毛围巾 一里都是上水货 先拿来给你过过木 这不成了吗 强音啊 为了你 我和跑破了三双交鞋咯 嫂子 你放心好了 少不了你的 哟 咱这么多鸡蛋呢 我家的鸡 光暴窝不傻蛋 这十个给我吧 哎 今天要来课 你 哟 刚才还说有我的呢 十个鸡蛋 又腾出事来了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把人帮人走了 记得你的死罪头 你就成了这院子里的黄后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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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回来了 啊 表面这干什么来了 她 来求我做条裤子 强音啊 人方的婚事 让她自己做主 咱们就别操你闲心了 啊 用内心闲心干啥 又不管我的事 记得正忙着收秋 你帮我把分的方便 节奏背回来 别前大碗 东车胡书西车条 好 倒出块儿了就去 刚才 瓜瓜鸟一见老爷爷回来 就赶紧躲开了 她刚迈出陈家大院 就看见水帘用自行车 驮着出院的婆婆回来了 花瓜鸟现在等着要找的 就是人方姑娘她妈 大婶 大婶啊 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她嫂子 你好吧 你好了 好了 快进屋坐吧 你去那医院呢 可把我的心都给修去了 今天听说你要回来 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呢 才让你惦记着 快坐吧 大婶啊 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还花这些钱干什么 花什么钱呢 自己的地下子 回来了 回来了爹 这回好历史了 好了 你也挺壮实吧 我没病没资的 爷爷 这是妈给您烧的点心 买点心干啥的 早晚又吃又喝的 早晚的店不店不 好 你们坐吧 我把分的包面接背回来 那么重的活 就你一个人 你嫂没空 我和你一块去 正好 在瓜瓜鸟 走了她那包袱皮里的 新衣裳和毛料围巾了 大嫂子强音 这会儿来找会计龙刚 当然也不光是来送缝纫机的 副业加工活 龙刚兄弟 交货了 你去帮炕上吧 再从那边拿块料子去做 嫂子 这批货任务紧 五天要赶出来 抄起一天 罚款五元 龙刚兄弟 什么事洗着这样 是有对象了吧 对象 但是 独身主义 我呀 一辈子不起 算了吧 别装算了 嘴上降着 心里望着 没见俺家人方 过去 谁给他介绍对象 就把头一摆 我是独身主义 一辈子不嫁 听起来比谁都坚决 可现在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很快 就不是咱们陈家庄的人了 你还不知道啊 是刮刮鸟的媒人 介绍给四十里铺的摄办厂工人 秋后就结婚 真的 今天上午 刮刮鸟把订婚的衣服都送来了 毛链上衣 三色衣地裤子 还有一条羊毛围巾 哎 龙刚兄弟 俺家的事 你是知道的 为一句话也许闹翻天 既然仁方对自己的婚事保密 你们可千万不要开他的玩笑了 哎呀 你没完没了的唠叨个侠样 行了 大嫂子这一趟算是没白来 那小伙子这就上钩了 当然也还得调查调查 他到车库没找了仁方 仁方刚好回家来了 妈 饭好了吗 我饿死了 好了 在锅里呢 哎 哎 看他手 这些也在吃 我说你这孩子 我病了这些日子不在家 你看看你拉得成什么样 浑身上下都是油 回家来也不知道换件新的 换新的 我可不敢 上次喂那条裤子 你看他没帮我吃了 妈那个虚核 不是当家男吗 仁方 来 看这是什么 哪来的 刚收来的 给我的 嗯 真是二方给我买的 想给管谁买的 穿着试试 嗯 分开过就是好 喜欢吗 喜欢 妈 不大不小 不肥不瘦 颜色鲜艳 样子大宝 那何事也没有了 这么一打扮 看像个什么 嗯 哎呀 你 妈 你看你 呵呵呵 任方啊 言人话说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也不想吧 自己的事 也该剩点心思 跟妈说实话 想过没有啊 嗯 嗯 smiling 于我看哪 有好的就定下来 结了婚 那就了个心事了 啊 要是妈看了好了 那就 好孩子 你算跟妈想着一块去了 妈给你相好了一个 和你同肺 也是团圆 人品也好 谁呀 看把你急的 你美知嫂子 想把你收给四十里铺 还娘家侄 别说了别说了 你听我说完呢 那可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 这头衣裳啊 就是人家给送来的 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 哎呀 人方 屋里的急了 在外头的早就急了 龙刚赶到陈家院里 躲在窗外 正看见人方 使衣服那会儿的高兴劲 心可就全凉了 眼见还不为实 他掉头 没心思再看 人方后来又是怎么急的 扒下那身衣裳 他可就不知道了 得 就从这开始 小伙子的眼睛 是看见姑娘就躲 可就是 姑娘多着也躲不开 小伙子的眼睛 我问你 为什么三胎五次叫你都不搭理 好像是欠了你二百块钱死的 哎 亲眼没有 你是龙还是哑了 我要是龙的 瞎的 才好呢 你兄姐什么样 人家有事和你商量 哼 商量是五八 不商量是四十 想从我这儿得到同学和原谅 不可能 哭什么 眼泪 只能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傻瓜 独嘴 不许你污辱我的人格 你 你 污辱你人格的是你自己 我现在郑重宣布 从今以后 不许你再取我的名字 咱俩的关系 一刀两断 这 就是完结 完结 好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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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雷声 又是雨的 老天爷还真变脸了 老天爷是娃娃脸 啥时候还不得变回来呀 今儿晚上 强颖嫂子心里该舒坦了 男人也刚回来 这不 现包的饺子 碗里盛着 锅里还在煮着 快吃吧 怎么又抽起烟来了 等一会吧 爷爷回来一块吃 等什么 你先去这吃吧 肉丸的 黑大虾米 不快拆愣着干什么 跑那么远的路还能不饿 你谁也不用管 全家人就你一个人挣钱 养不好身体 怎么去上班 小花 打开收音机 让爸爸倾听捋机 快吃啊 油南老花 油南老花 油边黄 那里是水門 那里是水門 冷靠石 冷靠石 小花 爺爺回来了,还不快开门去,强英拦住人们赶忙收起了桌上的小事,换上了窝窝头咸菜,人们看不下去躲进了屋去。 老爷爷,饺子比窝窝头好吃,别耽误你老爷爷吃饭。 别坐,别坐。 不敢吃。 好吃。 上课睡觉去吧,下山。 忙什么,还早呢,让他玩一会儿吧。 父亲,你问你爸爸去,从前我带着要饭的时候,人家给了块窝头,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 我嘴一磨,对我说,爷爷啊,什么时候咱们能吃饱一顿窝头就好了。 唉,现在日子好过了,这窝窝头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 老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小傻瓜,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来,麻婆你去睡觉吧啊。 老爷爷,给你饺子。 老爷爷,行。 老爷爷爷。 老爷爷爷。 老爷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 老爷爷爷! 老爷爷! 老爷爷爷! 老爷爷! 认为呢 你爷爷我今年七十六 过了大半辈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如今日子好过了 我孙子孙女一大群 我知足啊 我不整你这几个饺子吃 你这是念了十二年书啊 是个时文断字的国家干部 你这样对着老子 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 情理上通吗 国法能容吗 这饺子 你咽着就去吗 你抬头看看 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 你就不怕他们照你一样歇吗 人文啊 人文 你 你都不如个五岁的孩子 爷爷 爷爷 你不能走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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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屋来 别叫雨水冰着身子 哎呀 让他走吧 走得更利索啊 这一几个人听得真几个气 我都听见有人在叫好拍吧的 强音甩手回娘家说 她甩手 未必不揪心 一个人住在娘家 她能不见进那边吗 回去 回去你就输了 沉住气 别心软 男人啊 都这样 你软 他就硬 你硬 他就软 越得这个结果眼伤 越得咬紧牙 还行啊 可老婆回去啊 家里咬的那鸡也做的 还不都得饿死了 你懂什么 黄强音在家吗 陈家装来电话 跟他马上回去 是小山的爸爸打来的吧 不 是罪理会计来的 他们队 给铁矿加工的工作服 到期了 电话里还说 耽误了合同 要罚款 不能拿着当儿戏啊 麻烦你了 没事 上哪 回家看看 哎呀 你发傻了 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 不该回家 又往家跑 逼着妈 非逼人文 上门来 请你回家 请一趟 还不行 最少 得让他跑三趟 哎呀 我的家工活还没做完呢 耽误一天 罚五块呀 是啊 两天就是十块 老不回去 那么多加工活 可都耽误了 对 你去给他拿回来 在这儿做 啊 我去哪 我可没脸 去见亲家 可不是 把人家庆家一家子 都搅得够呛 还得亏水莲 再给婆婆分忧 眼下 哪还有心思 顾这些呀 你看你爷爷吧 一个人孤单单的 住在长远屋里 怎么劝也不搬回来 你大哥吧 脑袋家也没个家样 哎 真叫人揪心啊 妈 你别犯愁 等会儿给爷爷送饭的时候 再好好欣欣爷爷 还是让爷爷 搬回来住吧 我抽空去把嫂子接回来 让她给爷爷赔个不是 和大哥和好就成了 妈 妹妹的事 你就遇了她了 啊 就是 一个村里接亲 真别大的事都透气 万一要是出点事 脑袋亲戚也不亲了 要是那村里的人笑话 妈 亲戚亲不亲 不在路远近呢 我看龙刚兄弟 品行好 妹妹心安好脾气直 保证不会惹你生气的 嗯 我再跟你爷爷商量商量 哎 那 你美之嫂子 看你安的侄儿那头 不要紧 我去跟她讲 刮过鸟那儿 不着忙 先得把人方跟龙刚结的扣 解开 水连夫妻已经分头找过了 拖拉机手和筷子 现在就等着看这处欢喜冤家了 宽宽的河面 浅浅的河水 人方在水深不过膝盖的河中间 冲起托拉机 人物拧来了腹筋请罪的龙刚 这 虽说不好开口 锣鼓开了场 该起唱 就得拔嘴张 人方 今晚放 放电影 我们一块儿去看吧 人方 你别生气了 都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对你怀疑 我不该对你冷淡 我更不该对你使性的 发脾气 使你痛苦当中 在前痛苦 人方 别哭了 原谅我吧 饶恕我吧 崇敬以后 再来永远团结 谁和你团结 姑娘 把湿透了的手段 狠劲朝脚子扔过去 嗯 她怎么不找块石头 也难怪 豆腐块式的小手段 装不了几滴眼泪 小伙子今天又变得机灵起来 她一接过湿手段 赶忙掏出自己的 递了过去 对我做个纪念品 以后我看见 这回是我想起我犯下的罪 哎哎哎哎哎 这两个手段 就弱势了满心无垠 人方 一个是开着撮垃圾在前面跑 一个是汤着水 在后面猛追 这又是个心话呀 不管怎么样 万里无云 天晴 可强婴 她得啥时候 才盼到云开雾散 出日头 我知道 你惦记着孩子 挂念了家里的加工活 可舍不得孩子 打不着狼 豁不出肉疼 置不好窗 等着吧 过不了几天 人文准来给你下跪 来了 快 屋里去 你别理他 是来了 骑着自行车来的 丑那架势 可不像是来下跪的 人们支上车 也没搭理她丈母娘 跟着躲进屋的强婴 撵上去了 走 走 跟我到公社去 臭美 还想到公社给你拉孩子 哼 你有本事带着他们过吧 我不管了 不用你管 我要你到公社去离婚 啊 好 打离婚就打离婚 谁要说话不算数 谁是闹肿 走 我说 有话在家说吗 两口子半嘴 何必到公社去丢人显眼的呢 啊 别 别拦了 去就去 走 善善爹 你别拦了 别拦了 别出去让人家笑话呀 你这事情多不好啊 善善爹 你 你何必 走 没那么容易 你一巴掌把强婴打回家 不声不响就走了 要离婚 先得打回来 走 善善爹 你别走 你 你肯定 爸 你肯定为我做主 你们不知道啊 他把我闺女不当人 要打就打 要骂就骂 前天夜里 他打得强婴 冒着大礼 跑回家 你说 你咋没咋 咋嘞 大家都听见了吧 他也承认 咋了 可你问问他 我为什么打他 你 你是封见脑袋 欺压我们妇女 不 他 他欺负我吗 那个我爷爷 我在打他的 你这老人 打耳光 这算是亲的 严重的 要骂骨罚伴呢 当然有这人 就是自己太重 人不这都比较 其实是个老师 不把老师人惹火了 把这种越来更厉害 这老太婆 可厉害了 这什么事 咱们别去管他 他不仅不想爷爷认错 他带着孩子 到时候一旦去闹他 弄得整个单位 都办不成功 最后 把孩子推给我 连小花的门牙 都磕掉了两个呀 你们说 对这种女人 我 陈言文 你太欺负人了 这是王家宽 不是你陈姐庄 不准你在这 胡逗发扯的 败坏我们王家门方 滚 滚出去 我和强英离婚 没你的事 走 你放开 你放开呀 你要打就打死我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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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母娘倒是比闺女 奇高一招 还不在乎有人围观呢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把女婿的大腿 给死死的抱着 那是怎么了 大官司告状 我顶着 就是陈家庄的人 都发来 我也不怕 你们这是怎么了 大婶 快起来吧 靠后吧 大白子的事 就捂到你弟媳妇来下场 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要离婚 大哥 你怎么能说 这样绝情的话 惹大婶生气呢 是啊 她来到这 又是吵 又是闹 她成心想要 气死我这老婆 大婶 快起来吧 别起出毛病来 她今天要是不认错啊 我就跟她没完 大婶 这傻妈给你 烧的几毛点心 你别嫌少 收下吧 就是你爷爷 送的也不稀罕 废都气炸了 还吃娘的点心 咱们都是自己亲戚 你就收下吧 哥 你忙去吧 大婶 大叔 你先拿回屋去吧 又让你妈破费了 大婶 你 影响刘大哥 在这住两间呢 还是想让他回去呢 我看着他 喘气都不顺的 好笑着吗 走 走 惊惊让你人管你 惊惊什么好笑的 老子 你看 别哭了 孩子有病 队里又吹加工活了 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 是啊 早就该回去了 离婚就离婚 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你快别说气话了 嫂子 要说大哥 不管是论品行 人才 还是学问 那个都是百里 交医啊 你要真的离了婚 不腾臭神经病来 大才怪呢 哈哈哈哈 行了 强音倒了眉 也用不着字的 哈哈笑啊 强音跟他妈一样 天生的直肠子 心眼少 不像你 嘴甜 手巧 心眼灵 会当媳妇 会做人呢 大婶 你 你说错了 我的手 不如大扫巧 心也不如大扫灵 我压根就不会 嫌了别人的遭难 我自己高兴啊 天下父母 都一样了 吃苦受累 天长挂肚的 把孩子拉扯大了 很不容易 当媳妇的 应该拿着公婆 和自己的亲生父母 一样孝敬 我也没虐待老人 嫂子 在爷爷身上 你是有错的 爷爷是一个 有度量 有志气的老人 他自己没有 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 也容不下 孩子们对他的 不尊不尽啊 嫂子 你想过没有 如果将来 我们都老了 小贝也是这样对着咱 我们心里 会是什么滋味的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自己做事 自己当 又不着别人管 嫂子 你实在不想回去 就在这儿 爱心住两天吧 家里的事 你不要牵挂 二婶 朝着水帘走了 强英这会儿 越发感到 没着迷了 你 强英怎么了 强英啊 黑灯瞎火的 你可不能走啊 你听妈说 你听妈说 快 听我撵回来 让他去吧 都 都怪你 啊 强英 现在是真的 回到了陈家庄 心 碰碰碰碰的 跳得不行 强英先去看猪圈 猪喂得好好的 她又隔着窗子 看见了婆婆 老子那两个 还没睡着的孩子 奶奶 你要来睡啊 来睡吧奶奶 奶奶不困 你先睡吧 好孩子 奶奶 没有牙 上些老是要吗 不要 不要 叫爸爸给你 装上两个大金牙 好吗 嗯 不要 坏蛋才装大金牙呢 花儿啊 不要紧着 等长大了 还能长出新的来呢 又是谁 还在登逢人记 是水莲 他在西大头 赶着做明天这里 交工的活儿呢 嫂子 嫂子 你到底回来了 你到底回来了 老爷爷 老爷爷 妈妈来了 爷爷 回来了 拖两天 分老玉米了 你不在家 我把它放到这儿了 等吃了饭 叫任务帮你裁回去 啊 爷爷 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行了 过去的事不齐了 啊 刚才水莲都跟我说了 现在弟弟正忙着 赶快回去收拾一下 把孩子教我 下集干活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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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爷爷 回家吧 回家 回家 自行车零响 这一下更好了 任文也回来了 签字吧 马上到公社办离婚手续 啊 我一个人拉着孩子自己过 还总受恶 我认了 走 走 爷 任文 爷爷 咱再也不能受着 娘们这锅弄气吧 走 你给我坐起来 擦腰措 你的毛病也不小 平常耳朵软 总是迁就忍耐 日子长了 可不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呗 过去的事 谁也不许再提了 啊 中国还是个孩子嘛 改了就好 啊 这当老的 不能抓着孩子 把柄进棺材 你们年轻人呐 什么时候能让老的放心就好了 来 水连嫂子 哎 加工活好了没有 就去那一份了 快点 别搭乎开车 哎 知道了 嫂子她早做好了 嫂子你快去拿点椒上吧 哎 哎 嗯 你 你 哎 你自己去吧 兄弟 妹妹 都怪大嫂我不好 差点误了你们的事 哎 今天嫂子请客吃饺子 你们两个吃了再走吧 啊 好 来 来呀 来吧 陈家大院 现在还真是许迎门呢 又爱 那坐我 大人的 被 有 人 快快 就 又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雄有力 写说潮山 布置金泉福